先喝一口茶 穩定一下他的心情 然後順便跟教練 做最後的一個交代 我很喜歡 他 練習的時候我很喜歡 看他流因為他 很有這個音樂感 他的短曲是排在第四 他的音樂是很 dramatic 但是他自己也是流的很 dramatic 好漂亮 好漂亮 這個他自己做了兩拳 沒有做三拳的 他跳的動作真的是非常好 也是每一個音樂的動作 每一個動作跟音樂配合得很好 是大陸演出舞步 他真的很有這個藝術感 下一個動作就是他三圈的頭做得非常好 他做一個三圈的頭連起來跟一個兩圈的頭 這也是一個比較特色的旋轉的動作 是他轉了好久 還有做這個 他真的有這個音樂感 對 很喜歡看他流 我想他是我今天晚上最喜歡的看他流的 因為他真的有這個音樂表情 好 兩圈半的axle 兩圈的toe 兩圈的toe 可是每個動作他每 音樂有一點換 他也是動作會換一點 哇 非常非常的精采 精采 很精采 他整體的整個人的一個包括服裝 他的表情 他配合音樂的動作跟肢體的這個 是很完美的 對 非常的棒 這整個欣賞起來就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舞蹈 在冰上的一個動作 他練習的時候你就看這個 練習的時候會有五個還是六個人在冰上你 他練習的你一看練習的時候就會看他 對 所以充分的把這個長曲在過程當中 跟音樂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展現出他的一個美感 跟他的這個韻律的感覺 對 所以這個舞田耐演非常有機會 搶下第二名 對 一定會 這就是他三圈的loop jump 而且他跳躍的動作也是相當的穩 非常好 對 他有一兩個 像這個他只是做兩圈的 也是他每一個旋轉的動作 是有一點特色的 像他把他的頭 這麼低 在這個動作 這就是他的舞步 到一個兩圈半的axle 他真的會用他的心體就表現這個音樂的感覺 嗯 好這是日本的舞田耐野 這時候要來看他的分數了 所以他是我們今天晚上的最後的選手 也是這個比賽的最後的選手 對 技術分 哇這麼高 4.12 哇非常的高 他的藝術分應該也會相當好 沒有錯 40.20 對 所以他在長曲的總分是拿到了84.32分 好 果然沒有錯 加上他短曲的一個成績呢 哇 他最後是 因為長曲表現實在太突出了 所以整個總分一下子拉上來 他是拿到